奥运会是竞技体育的最高殿堂 在奥运会赛场升国旗 做国歌 是所有竞技体育运动员 一直以来崇高的梦想 在巴黎奥运会备战周期 我深有体验 这三年我经历了 从踏上赛场就畏惧失败 到学会了接受 未能夺冠的心理落差 我有些失落 直至颁奖仪式绕场后的离开 我抬头看到了赛场周围 一面面五星红旗 听到现场的观众在大声喊着 张雨菲加油 张雨菲你是最棒的 我突然感觉鼻子一酸 其实现在再次说起来 也是感觉鼻子一酸 大家的包容与热情 让我再次深切地感受到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身后站着的是 一直支持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即使我未能打到 大家对我的期待 即使幸运女神也没有站在我这边 大家依然为我鼓掌 为我加油 那一刻 大家拖起了我 消沉沉盲的心 我也勇敢地抬起头 擦干眼泪 用笑容去看向看台上 那些支持我的观众 挥手致谢 之后的女子200米迪勇决赛 意外地发烧 与生理期同时来到 紧张的情绪也挥之不去 半边的身体发麻 几乎让我赛前想要放弃 但是想到观众们的期许 前辈们的传承 还有我未完成的梦想 我心中又燃起了斗志 我可以倒在勇时的终点 但绝不会倒在冲刺终点的路上 最终我以东京奥运会后的 个人最好成绩 拿到一枚女子200米迪勇的奖牌 为我的200米迪勇奥运生涯 换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 值得全力以赴 而奥运赛场依然是我最美好的向往 我将带着这份向往 带着对奥运冠军梦想的渴望 与巴黎奥运会上 未能夺冠的一丝遗憾 继续在竞技体育的道路上 且歌且行 既然游泳这么好 又可以练出八块腹肌 欢迎香港的小朋友们 多多练习游泳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